请输入存款金额 但是这个input box有个缺点 什么缺点 也有可能有人会是这样子 输入 有没有可能 我觉得一定是有可能的 按确定会怎么样 就怎么样 形态不符 为什么 因为呢 这边明明要一个数字 只有你给他一个文字 他就看不懂这什么东西 所以如果说你要避免这个错误的话 你可以用第二个 第二个的话呢 他就可以避免掉这个文字 第二个是什么呢 就是按下去 你会发现 我这边我把这个先停掉 他就是卡在这个 停止 OK 那如果说我今天用第二种方法 下面这个 OK 你会发现 这个input box感觉比较小 可是如果你今天输入什么 50万的话 刚刚会整个挂掉 那这个会怎么样 按确定 不正确的数字 感觉好像比较好一点 对不对 至少会防呆 对不对 那这个东西的话呢 你一定要输入正确的数字 它才会帮你跑完 那两者有什么差别呢 实际上 各位可以看一下 刚刚是直接是input box 如果你要防呆 因为后来我发现 在application 里面 application指的是 excel自己本身 有一个叫application.input box 差别是逗点后面的东西 type 你必须给它一个参数 等于1的话呢 意思就是说呢 里面只能够输入数字 如果你输入其他的格式东西 它一律会帮你跳出一个警告讯息 我觉得这还蛮不错的 不然的话你可能要做的 就可能要做复杂一点 可能就是需要什么 用一个表单 然后再做判断 我觉得程式会变得很复杂 如果你今天想要简单一点 只能够限定输入数字的话 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做 那最后的话还有年 年的部分就是说 当我清除之后 我年可以变动 那我的做法是 跳出一个input box 输入几年 8年好了 那当它输入之后的话 它会先把这个范围的东西清掉 再跑1到8 我的逻辑是这样 所以跑出来是要按确定 1到8 那这怎么做的 基本上 如果说按照我刚刚的逻辑 这样 第一个先清除掉 call 把它整个范围里面清掉 然后一样跳出什么 一个input box 限定一定是文字 然后先清除 第二到最后面一列的东西 把第三列的东西清掉 再第二列到它输入的那个数字 比如它输入8 那为什么要加1 因为我们是从第二栏开始 所以这个地方必须要加1 因为我们从第二栏 它是2到一定要8加1 如果不是8加1 那变成就是少一年 然后直接怎么样 把结果给输出 这边一定要减1 为什么 因为这个地方是2开始 所以必须要把这边加1 这边减1 那利率的话呢 也差不多逻辑 利率的话呢 输入比如说我要2%就好 输入2按确定 那一个间距是0.125 所以呢 1的一个间距的话 0.125总共有8个嘛 有8 就是1的话 0.125乘上8等于才是1 所以中间会有8个间距 那我的做法基本上也是类似的 就是说呢 直接清除 然后输入利率之后的话 再往下侦测 先把它清除掉 先清除 然后再输入正确 这边会用8来乘 为什么 因为0.125的关系 0.125乘以8刚好是1 所以它有一个间距 因为从第三列开始 所以必须要加3 这边 因为它从4开始 所以这边要减3 这个观念我想各位再试一下 所以今天的部分的话 我们主要是讲到那个上上礼 上礼拜的那个部分 延伸 然后九九层马表 跟这个定存部分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把那个大型式算表 这个部分就把它完成 那再来下个礼拜 后面还有一些综合性的范例 也许如果你们可以再看看 因为我们时间剩下还有2 所以如果说你在云端里面 有看到其他你觉得 比较有兴趣的范例 也许可以先讲 因为我们这个范例 理论上还有2周 应该是没办法 把所有的范例讲完 那你比较有兴趣的范例 也可以提出来 不过你不要选那个 太进阶的 因为太困难的东西 可能你们也 可能没办法一下子吸收 OK 那今天的话我们先讲到这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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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